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与别人的相处等等 在《创世记》三十七章二节 若是年少的时候处理哥哥们的恶行 是会汇报给爸爸知道 他对恶事很敏感 比如在《创世记》三十八章 犹大面对恶事受誘惑犯罪 而在三十九章 若是面对恶的时候 他不受誘惑 当若是在人生经历多了 面对哥哥们的恶 在《创世记》五十章十七至二十节 他考虑到神的定位 神在当中有美好的用意 当人面对人所做的事 做的恶 处理的方式各有不同 需要由神以来的智慧 合议的态度去表达 在过程里面是造就人 还是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创世记》三十七章三节 至四节 《雅各偏爱约室》 只为约室做了一段彩色的长袍 然长袍令约室的哥哥们 没有跟约室讲过和睦的话 和睦在希伯来文 意思是包括和平平安 若果人心中有恨意不和 就无法有和睦和平安的话 在下文《创世记》三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 记载约室的哥哥们 去到事件去放羊 就打发约室去找些哥哥 羊群是不是平安呢 《创世记》三十七章十四节 说到平安不平安 平安和上文三十七章四节的和睦 原文是同一个字的 《雅各留心的儿子》在外面有没有平安 他忽略了他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 若是从希伯伦谷出发到事件找些哥哥 他在田野间迷路 有圣经学者提到迷路 反映他和哥哥的关系迷路 或者彼此之间在困局里面失去方向 但兄姊妹 你怎样维续家人彼此之间有和谐共处呢 又怎样去了解家人心里面的状态呢 在三十七章五节照十一节 日室发了两个梦 他对家人毫无隐瞒 什么都说 什么都表达出来 哥哥们听了日室所说的第一个梦的时候 在三十七章八节提到 越发憎恨他 接着哥哥又听完第二个梦 在三十七章十一节就说到 就都质到他 或者哥哥心里面很好想 你排第几啊 你大过我们啊 兄长伴的年纪 人生月历都很丰富 多过约室 他们不接受人超越自己 约室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以真 在家里面 却是令到哥哥们从真恨 越发真恨约室 继而质到 这些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面 会带来恶果的 亚国的宠爱 坐衣 两个梦 又听命于父亲去找哥哥而迷路 这些事临到 都不是约失自己去争取而得 他没有犯过错 却野来 哥哥们的质到 甚至陷入迷失的境遇里面 弟兄姊妹 有些事突如其来 实到埋身 不论好 不论好 或不好 我们体会从神的手里面而来 神知道我们可以承担的 才让我们去经历 过往中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过程里面 能够可以经验神的作为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恩主 我们每个人在你的计划里面 总有你的美意 求主 承担我们 有淑灵的智慧 了面对所发生 在我们身上的事 或者 在人生的路途上 有违失 求主 因灵 和帮助我们 在各方面 有成长 更深 认识神 祷告 乃奉主耶稣 记得圣明 而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